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牛母子琴 王沈一个人跟儿子阿伟生活 他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 很少让他做奴活 王沈 阿伟怎么没和你一起来耕田啊 他还没睡醒呢 年轻人比较好睡 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王沈 耕地是这么累的工作 你一个人做得来吗 这不是有他帮忙吗 王沈 这头牛可真替你们家出了不少力啊 是啊 这头牛就像我第二个儿子一样 帮我很多忙的 王沈真是太溺爱他儿子了 阿伟年纪都那么大了 还那么宠着 可不是吗 阿伟那么大的一个小伙子在家睡觉 却让自己的母亲赶着牛来耕田 真是太不应该了 王沈这么溺爱阿伟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啊 没错 那头牛看起来更像是他的儿子 转眼前 转眼间过了几年 阿伟仍是好吃懒做 酗酒不断 而且每次喝醉了 还会动手殴打他的母亲 阿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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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喝了那么多的酒啊 走开我的事不要你管 我是你的母亲怎么能不管你啊 我的母亲 哼 我怎么那么倒霉 有你这样的母亲 你看看我们家里穷的什么都没有 要是我能选的话 我绝不会选你这样的穷光蛋当母亲 你这个没用的家伙 就知道哭 有本事你赚钱去 明天我要请我朋友吃饭 你赶快去准备钱 不要让我明天没面子的 阿伟真是太不像话了 王沈一个人 憾心如苦地将她拉拔长大 她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呢 这还不都是王沈溺爱的结果 你说什么 没有钱 没钱你不会快去想办法吗 难道你想让我在朋友面前丢脸吗 别打了 别打了 阿伟他在打王沈 这个混蛋 怎么能这样做呀 不行 我们得进去制止他 没有钱就出去见 不要在这里只会哭 阿伟 你在干什么 你竟然敢打你母亲 你端子里滚出去 我家里的事情你们管不着 走 王沈 你跟我们一起走 等他酒醒了 你再回来 可是他还醉着呢 万一发生意外 该怎么办呢 王沈 我看他还敢对我发酒疯吗 对 让他看着阿伟好了 你跟我走吧 还是让我照顾阿伟好了 王沈 你怎么还那么溺爱他 他已经不是孩子了 阿伟也真是太过分了 竟然敢对你动手 阿伟是我唯一的亲人 就算他打我骂我 我也是爱他的 他要做什么 是没有饲料了吗 你看 阿伟还不如这头牛懂事呢 阿伟要是能像你这么懂事 该有多好啊 你看 你家的牛都比你懂事 你要是再对你母亲不孝 那可就连这头牛也不如的 儿子阿伟 丝毫没有听见邻居们的话 他依旧好吃懒做 整天酗酒 虽然他已经二十多岁了 但田里的浓活 依旧还是由王沈一个人来做 王沈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干活啊 阿伟呢 阿伟昨晚喝多了 现在还没睡醒呢 就让他在家里休息吧 王沈 你不能让阿伟这样好吃懒做 你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田里这种繁重的活 你怎么受得了啊 是啊 好歹你也带着 你家里的那头大黄牛来帮忙啊 难道你现在连那头牛也舍不得用吗 大黄牛马上就要生小牛了 这几天就要临产了 我怎么能再让他下田干活呢 原来是这样啊 那可真不能让他干活了 这样一来可就要辛苦你了 我没事的 我没事的 我身体好着呢 这点活还干得了 几天后 王沈家的大黄牛生下了一头小牛 王沈又要忙田地里的活 又要照顾这两头牛 过度劳累 让他病倒呢 阿伟 阿伟 唉 他又跑到哪里去了 田里的庄稼该收割了 再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唉 我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了 大黄牛 今天得靠你帮忙了 走 我们一起去田里收庄稼去 小牛犊 你真是舍不得离开妈妈 也好 你跟着我们一起去吧 王沈 你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 唉 最近大病了一场 身体有点虚 王沈 既然你不舒服 那就在家歇着吧 你牵着两头牛 是要做什么 田里的庄稼要收割了 我得赶紧去收回来 你身体都这样了 还怎么干活呀 你的儿子阿伟呢 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 真可恶啊 竟然输了那么多钱 最近手气真是背呀 阿伟这不是回来了吗 阿伟 你这是跑去哪里呢 你妈妈病得这么重 怎么还能让她收庄稼呀 这种活应该你去做 是啊 阿伟 你带着牛去田地里把庄稼收回来吧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身体没事 我去就行了 王沈 你看你 走路都这么吃力 哪里还能干活 行了 我去收庄稼好了 这顶活我干得了 阿伟 阿伟 累了就休息一下 别太辛苦的 我知道了 你就回家休息吧 阿伟真的长大了 懂事了 阿伟转变得也太快了 我怎么感觉那么不踏实呢 是啊 这小子真的会到田地里收庄稼吗 阿伟驱赶着那两头牛 朝田地里走去 当他们路过河边的时候 贪吃的小牛停了下来 吃起了河边的嫩草 你这个嘴馋的家伙 快给我走 可恶的小牛 我的话你竟然不听 你想干什么 快给我闪开 我得狠狠地教训一下 这个不听话的家伙 你这个畜生想干什么 快点闪开 要不我连你一起打 好 不听话是吧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阿伟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要教训一下 那个贪嘴的小牛 没想到这个畜生 竟然保护着自己小孩 不让我打他 阿伟 算了吧 母亲父子那是天性 你想想你的母亲 是不是平时 也是那么护着你 保护你呢 你不要在那里胡说八道 畜生怎么能害人一样呢 动物和人都有着相同的情感 尤其是母子情 母亲爱护儿女 儿女保护母亲 所以大家才说那些不孝的人 连畜生都不如 因为动物的母子情 也是非常深厚的 是吗 这么说来 我鞭打他母亲的时候 他应该跑过来 保护他的母亲 可是 你看他现在的样子 除了躲起来 还会干什么呢 哎呀 阿伟 小心 哎哟 救命啊 救命啊 我不会游泳 阿伟 别怕 我来救你了 阿伟 被救上来后 大病一场 不知道是因为受到了惊吓 还是被黄牛母子之间的感情 所感动 病好之后 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妈 你就在家歇着吧 天里的活 让我去做好了 阿伟真的长大了 我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了 奇妙的善报 家住在偏远乡下的小智 成绩优秀 他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大学 但录取通知书收到时 他却感觉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贫困的家庭 实在没有能力 为他支付学费 阿伟 你怎么来了 阿伟 我该怎么办啊 我妈妈去世的早 只有爸爸一个人 靠种田供我读书 他身体又不好 我们家里 哪有那么多钱 供我上大学啊 阿伟 你也认为 我不应该去上大学 是吧 年轻人 请问你们这附近 是不是有一个池塘啊 哦 是啊 就在那边不远处 你是从都市来的吗 哈哈 是啊 所以对这边不熟悉的 阿众 回来 不要过去 我听说 都市里的人 都喜欢吃狗肉 哦 哈哈 是有些都市里的人 喜欢吃狗肉 不过 我也认为 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我一直认为 狗是我们人类 最好的朋友 来吃吧 小家伙 年轻人 不错哦 这可是间明星大学 我就是这所大学的 美术老师 等你去报道后 可以来找我哦 啊 您说 您是这所大学的老师 是啊 年轻人 其实都市里的人 也有很多是喜欢狗的 等你到了都市 上了大学 就知道了 正在专注绘画的那位画家 一不留神 脚下一滑 一下子 跌落进了池塘里 救命 救命啊 啊 救我 啊 救我 啊 救 救命啊 阿渡 阿渡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回事 阿渡 你是要带我去哪里吗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 不好 小智奋不顾身地将画家从池塘里救了上来 但这件事情很快便被小智抛到了脑后 直到几天后 这位画家带着礼物登门道谢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有钱人怎么带着那么多东西来小智家里啊 我听说小智曾经救过那个人的命 人家是特意来表示感谢的 哦 真的是这样吗 小智竟然救了一个有钱人的命 这么说来他家要发达了呀 我真的非常感谢小智 如果当时不是他的话 我可就没命了 如果要感谢 你应该感谢阿渡才对 是他看到了你落水 然后才跑过来让我救你的 当然也要感谢阿渡了 来 阿渡 我也给你带来了礼物 这位先生 请把这些礼物带回去吧 先生 我没有别的意思 这些礼物只是为了表达一下我的心意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东西你拿回去吧 小智救人只是出于自己的善心 而不是为了什么礼物 先生我明白的 难怪小智那么优秀能考取明星大学 这跟您的教育密不可分啊 你说什么 小智考取了明星大学 小智 你真的考取了明星大学 为什么不和我说呀 爸 我不想去读书了 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供我读书啊 小智 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杂锅卖铁 也要供你上大学 先生 我就在小智考取的学校任教 就让我来资助他上学吧 啊 你说你是小智考取到那间大学的老师 嗯 是的 小智读大学这几年开销就交给我吧 老师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呀 应该说感谢的是我 你怎么道谢起我来了 哈哈哈 不 你能资助小智是我们的福气 哈哈哈 不会的了 他们俩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我们家什么都没有 我该怎么感谢你呀 要不 你们把阿都送给我吧 以后外出写生的时候 也有个伴儿 阿都 你喜欢老师吗 看来阿都很认可你呀 好吧 看来以后 小智和阿都都得由你来费心照顾了 就这样 小智顺利地来到了大学 在那位画家的资助下 他在那里用功苦读 四年学业完成后 便留在了都市找了份工作 平时 他还加入了志工的行列 只要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就会有他的身影 小智 这周你还会去养老院帮忙吗 会啊 你们和我一起去吧 那里的老人很需要我们协助的 小智 你的心肠可真好啊 从小 我父亲就教育我说 做人一定要善良 只要行善 就一定会得到福报的 人人都说 善恶有报 小智 你真的相信这句话是真的吗 当然啦 要不是我救了那位画家 我也不会有机会来这里上学 所以说 行善终是会得到善报的 我听说过 你曾经救过我们学校的那位画家 王教授 所以他才资助你上大学 小智 真是这样的吗 没错 正是王教授帮助我完成了学业 好久没看到他了 不知道他现在在忙什么 他总是到处写生 听说最近刚去了四川 而且还带着那只名叫阿都的狗 是吗 看来他真的蛮喜欢阿都的 你们知道吗 阿都原本是我家的狗 我上大学之前送给王教授了 据刚刚传来的消息 四川发生了强烈地震 很多游客受到惊吓 天井饭店倒塌严重 很多人被埋在废墟中等待救援 你们刚才说王教授去哪里写生了 就是四川 而且他说他会住在天井饭店 走 那里需要我们 我们得去那里协助帮忙 哪里需要帮助就去哪里 这是义工的宗旨 更何况在那里还有资助过他的王老师 请问你知道天井饭店在哪里吗 这里就是之前的天井饭店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 很多人都被埋在里面 啊 那里面的人全部都救出来了没有 哪里能都救出来啊 目前只救出了十几个人 距离地震已经过去两天了 我看剩下的凶多吉少啊 这里有一位幸存者 你们快过来帮忙啊 先生 你可真是幸运啊 在废墟里掩埋了两天 竟然毫发无损 先生 你有没有在饭店里看到一位画家啊 他是不是姓王啊 身边还有一只叫阿都的狗 对啊 对啊 他在哪里啊 他被掩埋在废墟里了 他的房间在底层 生存下来的机会不高 可能已经遇难了吧 不会的 他是好人 好人终是会得到好报的 他肯定不会有事的 小智 小智加入了搜寻幸存者的队伍 随着一位又一位的幸存者被拯救出来 他又看到了希望 王教授 坚持住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快来人啊 这里埋着一个人 希望是王教授 希望是他 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最近发现的幸存者越来越少了 是啊 救援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了 被掩埋在废墟下 活下去的几率是越来越少了 不 他不会有事的 我知道 他一定会活着的 王教授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啊 年轻人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 你应该面对现实 那位王教授 很可能已经遭遇不幸了 你听 那是什么声音 哪里有什么声音 你仔细听 这声音好像是从下面传来的 哦 我听到了 是狗叫声 这下面埋了一只狗 这是阿都的声音 我听得出来 我们得赶快救他 随着一步步深入的挖掘 狗叫声越来越清晰 当一块楼板被掀开后 阿都和那位画家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王教授 阿都 快叫救护车 他还有呼吸 画家王教授 被送到医院后 没多久便苏醒过来 小致 真是谢谢你啊 你又救了我一命 王教授 其实这次救你的 还是阿都 如果不是他叫个不停 我们哪里能找到你们啊 是啊 人的一生往往会发生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帮助别人 也就是在帮助自己 正所谓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只是 时候未到啊 嗯 嗯 不迟生命电视台 邮政化播 护明 财团法人 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化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岁末总回向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举办 祈福消灾超建法会 恭送金光明最圣王金 点灯 供水 要供 甘露诗时 祭佛前大供 恭请常驻法师祖法 日期1月1日星期日 到1月2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岁末迎春贺岁点灯祈福法会 岁末祈福共千灯 消灾免难迎新春 众等礼拜观音前 浦门世线化群生 念释迦摩尼佛 持灾除罪八千节 释迦摩尼佛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九亿倍 恭送浦门品 及点千灯祈福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声众领众 日期1月21日 星期六除夕夜 时间晚上8点半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诛习 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古印度有一个福提国 国王名叫生王 他有四位夫人 各自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大夫人生的儿子叫罗摩 二夫人生的儿子叫罗曼 三夫人生的儿子叫佛罗陀 四夫人生的儿子叫聂怨恶 国王年纪健大 于是准备将王位传给长子罗摩 但国王非常宠爱三夫人 他对三夫人说 你想要什么 只要说出来 我都可以满足你 三夫人听了撒娇地说 真的吗 我要什么你都答应吗 国王说 当然均无戏言 好 那我要你废除罗摩 改立我们的儿子 佛罗陀为太子 让他接掌王位 国王听了 实在是左右为难 罗摩英勇威武 孝顺又贤能 是非常好的太子人选 没道理把他废了 但奢王一向信守承诺 该怎么办呢 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 国王终于决定废掉罗摩 该由普罗陀接掌王位 二王子罗曼听到这个消息 十分气愤地对罗摩说 太不公平了 你受到这种耻辱 为什么不反击夺回王位呢 罗摩和颜悦色地对弟弟说 做儿子的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思 对付自己的父母和兄弟 更是不孝和不义 罗曼听了 觉得有理 就不再吭声 不久三王子普罗陀奉照 回国登王位 才知道国王已经驾崩 而两个哥哥已经被放逐到山山 当他知道是自己的母亲赶走两位哥哥 便生气地对他说 母亲您的做法太不正当了 败坏王室门庭 接着 普罗陀立刻亲自前往山山 接两位哥哥回宫 没想到罗摩说 我们听从父王的命令来这里 住十二年 父王生前没找我们回去 现在怎么可以随便回去呢 如果回宫就成了违背负命的不孝子 虽然弟弟再三恳请 可是哥哥们早已拿定主意 坚决不从 普罗陀只好跟两位哥哥各要了一双皮靴 回到京城 他将他们的皮靴放在寓座之上 早晚对着跪拜一次 还常常派人到山里 请求他们早日回宫 罗摩和罗曼听说弟弟把自己的靴子 当人一样敬重 每天跪拜 不仅泪流满面 终于决定回宫 最后普罗陀决定 哥哥是丁章子 继承父亲的事业是理所当然的 国王兄弟敦厚和睦的优良品德 感动了全国的黎明百姓 从此忠孝 团结 谦让 成了伏提国的一种风尚 学佛多一点 兄弟姐妹之间常有争宠或争吵的现象 做父母亲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是一个公平的角色 许多纠纷就是从父母亲的不公平开始的 因此父母亲一定要谨慎处理 免得孩子的不平之名 酿成未来社会上的大问题 佛教经级经过不断整理编转 汇集成一部全书 称为大藏经 它的内容主要由经律论三部分构成 因此称为三藏经 经指释迦摩尼指导弟子的理论 律是佛陀为弟子制定的日常生活守折 论是佛弟子为产名经律理论的解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